婆娘 哈囉大家好 我是XXY 歡迎來到嘉點景大帕的電影美食家 我們這一次又來到了TEAM Bistro美食自學廚房 Chris 我們歡迎Chris 哈囉大家好 我是Chris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了 因為上一次我們在做的過程之中 就聊到說我們兩個都非常喜歡 五星竹竹的快戰車的這部電影 沒錯 然後這部電影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後都很想要去吃古巴三明治嘛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要來做的就是古巴三明治啦 那如果要看這個麵包怎麼樣製作 從麵粉開始怎麼樣調那些麵粉 還有我們要如何去醃這個肉的這個過程呢 請到 Team Bistro美食自覺廚房的頻道 或是點開右上角的那個資訊卡 我們就有這個連結可以直接到那個地方去看這些詳細的製作過程 那在我們家引擎拿棒這邊呢 我們就是要來做組裝的作業 我們來先把這個肉先送進烤箱把它烤熟 烤熟之後出爐然後我們來做組裝 這個醃漬古巴三明治的前置期呢 我們是先用了兩道手續啦 一個是先是用有點類似鹽水醃漬法 但是我們在裡面加了柳橙汁 甜的跟酸的東西去先進行第一道醃漬 然後之後第二道呢 我們把橄欖油柳橙汁跟香草還有一些調味料 把它放進去之後做第二次的醃漬 所以這個前前後後大概已經有 我覺得至少有12個小時以上的醃漬期 我記得它裡面有一段是他們到德州 然後他們真的去找那個烘烤師傅 然後真的買那麼一大塊這樣子去吃這樣 所以大部分應該都是用豬肉 那當然這其實就是個人喜好 你今天想要用牛肉 你今天想要用烤雞肉也是ok 我們就把這個重責當然交給叉叉 會把它放到這個烤盆裡面 只要放上去就好了嘛 放上去就好了 對我只是要求不要中途掉就好了 對對對 好啦我放上去烤盆了 那剩下的醬汁呢 剩下的醬汁我們先留著 等一下可能還會要用到 稍微給它 搖晃一下 這是一根溫度探針 這根探針你就要把它插進豬肉最深 最中心點的那個位置 那目的呢就是你要確保它的豬肉 中心是熟透的溫度達到我們要的位置 像如果今天是豬肉的話 那它最好中心溫度是可以達到75度的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就是可以是最安全 然後就完全達到殺菌的效果 最上面對 插到感覺到它到肉的中心點就ok 烘烤的時間呢 大概就是170度的烤箱 烤到1.5個小時到2個小時 所以會有一段時間 但是成品是絕對值得這個等待的 那我們現在就送進烤箱了 嘿 那在我們正式進入古巴三明治製作之前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烤肉嘛 那需要一點時間 在這個空檔的時候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 也是在店裡面有出現的一個小小的料理 就是這個男主角 他要煮給他兒子吃的這個起司早餐 起司早餐 起司早餐 起司吐司早餐啊 輕鬆簡單又容易 其實大家可以選用自己喜歡的吐司 那我今天選用的是全麥麵包 嗯 當然也可以用白吐司也ok 做法呢 超容易 所以超會我們一人做一份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沒問題 拿一點點這個 奶油 網路上一點點奶油 其實就是厚厚的奶油 其實我很喜歡吃奶油 奶油很香啊 對尤其是那個 你知道我們去坐飛機 對 然後或者吃buffet 不是會發那種小的那種 一盒一盒的那種 對 然後鋁箔紙撕開那種 然後我都會 都是貪小便宜去幹這些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這真的就很好吃啊 因為我是覺得很百搭啦 然後而且 有一次我把它幹在那個我的那個背包裡面 然後那天我好像是跟家人出去玩吧 然後天氣很熱 然後他的鋁箔就融化掉這樣 然後我的背包裡面全部都是奶油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是什麼都可以塗耶 這故事告訴我們千萬不要貪小便 整麵都 整麵不要留一點點縫隙 嗯哼 我們鍋子現在在預熱嘛對不對 對 鍋子現在在預熱 等它預熱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 加入一點點 油 可以是橄欖油 或者是我今天用的是芥花油 因為芥花油它是比較中性無味的油 嗯哼 它比較不會去 蓋掉 奶油的香味 確認一下 鍋子夠熱了 加入一點點就好 稍微搖晃一下 來囉來囉 最興奮的一刻來囉 拿著你的兩片吐司 放下去 然後 學電影一樣 給它 把它抹勻 沒錯沒錯沒錯 那其實這一段啊 在電影的最後面 就是在Pulcratus的時候 對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片段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它其實後面 一點點小小的花絮 導演他就是男主角嘛 講法部就是男主角 然後他在跟一個 韓國藝的主廚在學這道菜 哦學這道菜 那個韓國藝的主廚叫做Rowie Cho 崔洛依 在LA當地非常有名的一個韓國藝的 廚師主廚 他是做這個韓國烤肉起家 然後也是從快餐車開始做的 哦 對對對 所以當初找他來當這個 五星主廚快餐車的顧問 然後是很適合的這樣 稍微 這樣翻過來看一下 可以看到他 已經有一點點 上色了對不對 一樣 我們今天用的是三種不同的起司 高達起司 切達跟艾曼塔 塗上去就對了 塗上去就對了 然後你把它翻面翻過來以後 把它翻過來蓋上去 然後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一個平底鍋 或者一個重物 把它這樣子 直接這樣壓喔 這樣子呢就是幫助他更平坦的去煎脆 了解 這真的是一個很簡單的食物 對很簡單但是療癒100分 好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這個顏色還不錯 你看你這個也這一面也很漂亮 哇你聽這個聲音就是 是極致的酥脆啊 要收音 要收一下是不是 收音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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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棒超棒超棒 喔 我聽到這個聲音 我覺得你選的這個起司很好吃耶 我覺得他如果加了一點火腿 我覺得味道會更棒 你做完古巴三明治的話 你平時如果你還剩下一些肉的話 你把它冰起來 隔天當作早餐配這個 做這個grilled cheese sandwich一起吃 嗯 幾品幾品 很棒 喔我已經吃到不想講話了 總之我們現在就是 在這個空檔期間 然後我們做了這樣小小的簡單的料理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肉烤得怎麼樣囉 有沒有有沒有 哇多汁啊 不會太乾 只要你實際上咬下去的時候它是會 它是有汁的 你看這個油花 這邊這個油 跟它的那個肉的比例 我真的覺得太棒了 好嗎 好嗎 嗯 perfect 為了防止我們不要再繼續吃下去 我們就要進行下一個步驟了 我們要把肉整塊拿起來然後開始 切片然後 再拿上去煎鍋再煎一次這樣子 會讓它的顏色會更棒 你不要來吃囉 我沒有吃 我剛剛真的是 停不下來 真的真的會嚕夾嚕刷 大概像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的兩人份 古巴三明治所需要的肉量大概就是像這些 麵包出爐啦 哇哇哇哇 這麵包真的太棒了 是不是是不是 對 這麵包真的很漂亮 稍微給它靜置放涼一下下 嗯 現在鍋子已經大概預熱好了 加入一點點 芥花油 加一點點這個雞 喔有沒有 喔天啊 頭就不要了嗎 頭當然可以 當然要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啊 要這樣子 你要這樣子 對 我剛剛就在想 我們可以這樣沾耶 我們可以這樣沾嗎 喔天啊 喔天啊 嗯 你為什麼不切多一點 麵包我把對半切開 讓它形成一個 等一下古巴三明治的適當的大小 抹上一些芥末醬 黃芥末 黃芥末 好我們現在下火腿了 火腿下去給它油煎一下 一樣把它煎上色 這有點像是拉麵店那種叉燒耶 哈哈哈哈 有沒有 做這個 做這種料理 除了料理本身之外 隨性所致 唯一所欲為 才是料理的目的 沒錯 順序其實沒關係啦 就是 看每個人的喜好 喜好不同 隨便 這放上去真的還蠻豪邁的 來來來這裡這裡 用這個用這個 直接放上去就好了嘛 其實沒有說 對 直接放上去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的技術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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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我真的覺得酸紅瓜真的是 很棒的一個食物 我可以單 你是喜歡吃酸紅瓜的人喔 我是超愛吃 就是我可以單吃配飯 這時候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電影裡面有講 古巴山明治裡面的一個靈魂就是黃油啦 黃油 或者是台灣人講的奶油 奶油 沒有奶油就不是古巴山明治 真的 我們要在上面塗一層 厚厚的一層 現在我們鍋子已經是非常火燙的狀態 嗯 奶油奶油 讓油在鍋子裡滾 其實這樣子看下來啊 古巴山明治是一個還蠻油膩的一個食物 瘋狂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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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誇張 對啊 其實它的量很高 好 一樣 剛才我們的這個做法 嗯 我們就拿這個平底鍋這樣護蓋嘛 對 我記得在電影裡面也有講到 就是說 他叫他兒子這樣直接監視著看 對 然後說 等到他呈現金黃色的狀態的時候就可以起鍋了 因為我記得印象很深刻就是 他兒子有一次就是沒有注意 然後就整個燒焦 然後他就直接把他兒子叫出去 就問說 你覺得這個東西可以賣嗎 你覺得這個東西是你身為一個廚師 能吃嗎 你身為一個廚師你對他的負責 你會感到驕傲嗎 對 然後他就說我不會 好那是我兒子 小心喔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起司片可以加很多 然後讓他們這些料都黏住 所以他其實也是一個小小的訣竅 又來又有樣子 那像這樣子就已經準備好可以起鍋了 現在只差最後一步 那就是 切開來 切開來 哇 天啊 是不是是不是 我準備好了 古巴三明治 來 叉叉歪 乾杯了 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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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耶 我覺得黃芥末的味道有讓他提味喔 他那個黃芥末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然後 加上說他的那個 外面的黃油的味道很香 而且我覺得加了那個酸黃瓜 有那個讓他的那個肉質的味道 加分 對 有提升 大加分 嗯 喔真的太棒了 我就覺得 以後吃不到怎麼辦 就是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電影美食家 然後針對這個 五星竹竹快餐車的 古巴三明治做的分享 詳細的這個揉麵糰的過程啊 或是醃肉的過程啊 請到 Tim's Bistro美食自學廚房的地方 來看更詳細的這些 製作過程 那我們就謝謝這一次的那個Christine 然後帶給我們這麼棒的這個 豐富的內容啊 感謝薩薩彎 感謝John Favreau 哈哈哈哈 對 感謝想法 如果拍出這麼一部這麼棒的電影 沒錯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電影美食家啦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我們任何的 影片 影評 電討論 或是專題 也請訂閱我們 加點請拿棒的內容喔 如果你想要贊助我們的話 也請點開文字內容的地方 有Pressplay的專案可以提供參考 好 那我是XXY 這位是Christine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好耶